用GitDiff可以查看一下两个分支之间的区别 输入GitDiff 后面再加上Master 在后面再用两个点 然后是另一个要对比的分支的名称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 回车 执行这行命令会显示出这两个分支的所有的区别 在这里面的这个A表示的就是在这两个点的左边这个分支 那么也就是Master这个分支 这里的B表示的就是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 对比Master这个分支来说 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多了一些二进制的文件 也就是那些快捷图标的一个图像的文件 使用F键我们可以向下去翻页 那么在最后你可以看到index.html这个文件的一个区别 那么相对Master这个分支来说 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添加了几行新的代码 在对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指定要对比的文件 比如我们只想去比较index.html这个文件的区别 我们可以先按下Q先推出一下 然后再用GitDiv去对比一下Master和MobileFeature这两个分支 后面我们再加上一个要对比的那个具体的一个文件的名称 index.html这样的只会显示出index.html这个文件 在这两个分支上面的区别 同样这里面的A表示的就是两个点左边的Master 这里面的B表示的就是两个点右边的MobileFeature 就是两个点左边的MobileFeature 感谢观看